第三個 臨時差的掌握長官的表情 怎麼掌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方法 老師 你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的小方法呢 就是 難免會有些反射物 什麼東西啊 電腦的螢幕啊 或者像是我們有一些 我們自己女生有小鏡子嘛 或者是窗戶啊 所以不能直接轉過來 就比較不好意思喔 不能被發現 例行業嗎? 不要被發現了 瀏海記得遮好喔 為什麼要隨時注意長官的表情 要這麼會查顏官色 為什麼? 因為主管有時候可能心情不好 但是呢 你就要適時的去安撫他 不然等一下呢 做錯的事情才會慢慢變嚴重了 把自己的精氣神都放在 觀察 對 觀察 在韓國有一個快快文化 老師請問那是什麼? 就是要非常非常快的 白粒白粒女娜 什麼都要快吃的喝的用的 交報告的 不是 那可是如果跟長官一起去外面聚餐 餐就還沒上啊 這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那就趕快去找廚房囉 對 好 所以快快文化就是 因為什麼都要快出 什麼東西都要預作好準備 沒錯 先提早長官還沒開口就趕快先給他訂下去 趕快去廚房催促阿姨 要催促阿姨 然後一直盯著後面的那道菜 最後的時候也要採官 主管 現在是不是希望我們去幫忙結帳了 所以從頭到尾要一直觀察主管的表情 對啊 知道了一半其實 明天就會開始翻 會很痛 第五個 全體要起立迎接社長 大家現在知道社長要來了 基本上社長在公司樓下快接近的時候 去接他的同事就會通知辦公室 我們現在快要回到辦公室了 可是那如果我今天是新人 我就是剛到這個韓國的職場 我就是I don't know 我又不知道社長來了要起立怎麼辦 那就糟糕了 看你的主管喜不喜歡你 如果他喜歡你想要留下你 他就會跟你一邊罵一邊跟你說 那如果不想要留下你 他或許就會 我就死定了 就不跟你講了 所以如果我現在在20公尺之外 看到社長 我就要先對20公尺之外的社長先敬禮 沒有錯 那我可以20公尺之外看到社長 然後我先閃人嗎 如果他沒看到你的話 完了如果他看到我是不是在死定了 他如果看到你就完了 但是沒有的話確實喔 會常常有這種閃人的事情 是吧 不然不是很可怕嗎 壓力很大耶 對啊是真的會閃 但他要看清楚 要看清楚他真的沒有看到你喔 要看清楚 要他真的沒有看到我才可以離開喔 對 好可怕 壓力很大耶 會不會在那個辦公大樓的樓下 然後很常看到有那個職願一直在吹牆壁 會啊 會在廁所裡面 然後這個師父 我們一定會明白 我沒看到可以 一天 我們會做的 谢谢大家